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今天就好了呢 我哄了他一下 说实话我哄了今天下午 那怎么哄一下就好了呀 不是因为你哄了我一下 我是因为我们昨天吵架了 然后昨天他找到朋友 我去过宇航家睡的 那我今天早上一回来 然后他就坐在那沙发上看着我 他说你回来了 然后回来就我们就抱了一下 那一下子心就很软 而且当时感觉看起来你很 那种楚楚动人的感觉 我当时还楚楚动人 我刚见识完回来感觉很憔悴啊 当时感觉很楚楚动人 然后他这样回头看我 再这样 你回来了 再一下那样子就真的 我没有做任何的就是设计 或者是每个动作都有设计过 就是自然而然的 然后这又回来了 然后我就觉得那下 其实我这几天我都没有看你脸 你发现没有 还发现了 我已经两三年没看他脸了 我就不想看他脸 就是 他每次跟我说话啥的 我都是不看他 就不正眼看他 我就是这样子 对啊我感受出来了 所以说我说这几天我们都很客气 都只讲话 我之前都没看他脸 然后今天 今天想来看看你的脸 然后呢又被我出所多人道了 对被你出所多人道了 那么今天我一回家 我们俩就抱在那里抱了一会儿 但是抱的受惊惊 但是也没有完全好 后面不知道怎么慢慢慢慢就 想开了 没什么好吵的 老夫老妻了 我这次还跟我朋友说呢 我有朋友说 他说 我都不懂你们两个每天在吵什么 反正你们两个也不会分手 你们这样吵来吵去的 有什么意义呢 跟那个晚安跟我说的一样 你知道 那天我们在KTV 我是不是后面跑到那个包厢去亲了你 就是晚安跟我说的 没有啊 你亲我了吗 我说没有亲你啊 然后他一回家 我就一马查了手机 我说你这两天你在哪睡了呢 来我查你打车记录 查你开房记录 把那东西给我看出来 看你跟谁在一起 我谈恋爱 我老爱吃醋这些方面 我查的可言 谢谢索菲亚 而且我可会查 我第一次查 我从来 我之前从来没查过别人 也没怎么样 我当时就想着 两天你没回过家了 也不知道你去哪里了 然后每天我问他在哪 他就说我告诉你 然后他一回到家 我说来 所以给我立马要查 他说我看看你这几年去干嘛了 然后跟谁在一起 几个人 然后在哪里睡的 我们家只有一张床 你知道吧 我们家只有一张床 你吵架的时候 那氛围极其压抑 就感觉睡都睡不好 那你不是 你不是 你不是以前吵架 有几次都跑到那个 衣帽间 你的衣帽间睡的吗 我想睡床上 我凭什么要睡地板呢 你咋不睡 而且我还不好意思 让他睡地板 你知道吧 我们家就一张床 然后还有个衣帽间 没有毯子 我还不是我还 我还不好意思让你睡地板呢 我想着 算了我是衣 我还是有点担当吗 你看你睡床 我睡衣帽间 有几次吵架 就是他是让我睡床 然后他就睡在衣帽间 衣帽间睡地板上啊 那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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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那你怎么在乎我呢 我先发消息啊 我没有开始发消息 我看一眼 查一下 你又查上了 没有了 我都没看过你的呢 看没 有的可以看 好 谢谢9432 算了 你不用看 我相信你 天天我天天的国有好像躺着 躺了 昨天晚上躺 躺到今天下午 一直在躺着 就是啥也不想干 然后国有行也懒 他妈国有行躺 他比我还能躺 他还在躺呢 现在我说 你面躺在一块吗 我躺沙发上 他躺床上 他昨天跟别人睡 你家有人吗 你肯定还想把我带我一下 羞辱一下 你想着 你把我弄成这样子 看我今晚不羞辱一下你 只要偷偷摸摸就吃上了肯定 我还不了解你 你肯定心里想着 我把羞辱送回家 我偷偷摸摸吃一下 让我爽一下 反正到时候 就当做是他欠我的 这样子 我心里也平衡一点 我也没做做什么事 你肯定就这样想 老师 你这么理解我 我还不了解你 你肯定把我带回家 就直接 老弟在前面 问你 刘冲 没看到我昨天 没看到他 没送他 谁能送他 你肯定是这样子 你好了解我老公 我确实当时 有过这样的想法 要不是你看到有朋友拦着 如果没有朋友拦着 还好有朋友拦着 那咋了 当时我们俩 我们俩都已经 又不是说什么都没干过 当时我们俩都干过了 我两个也没干什么 没到最后一步 其他其他什么都干了 没有啥子 但如果吵架的时候 别人夸你的话 我就会吃醋 真的假的 你别 你吵架的时候别人夸我 你会怎么来 自己怎么想 夸你 对 我会怎么想 就为你 谢谢索菲亚 谢谢索菲亚 我就会剪 我就觉得你们不了解他 真的假的 那别人一直在夸 一直在夸我 我觉得夸你帅的话 我可以认可 但是说夸你别的 你就很心里没有别的感觉吗 对 我就没有别的 就还好吧 我知道 因为没人夸你 有人夸我吗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有人夸我吗 夸你吗 对啊 别人夸你的话 我就会很吃醋 我就会想着 谁夸我呢 就不用 不用别人夸我 都能想到 就感觉 我在给你吵架 说别人一直在夸你 我就想着 我就想着 我的老婆还需要你夸 我就靠我了 真的 你这样想 我就会想着 我的老婆还需要你夸 哎 好烦啊 好像在吵架 算了 不想了 我应该就是这样 我都能想到 但这段时间没人夸你了 就是有个晚安夸了你了 所以你长得很帅 我问你了 就吵架的时候 就别人家说的时候 你什么心里感受 我对你自己预想一下 不知道很难预想 因为现在就是有有实际情况 就是有人夸你很帅 但是这个我可以认同 对 对 很好的 不知道距离宽 哪方面好 如果那段时间 我跟你在吵架 身体好 身体好 可以啊 身体确定挺好的 身体好 身体好 那我肯定会立马警觉起来 我会觉得你们俩有事 我会很慌 哇 这方面 这方面 省力朝那个 我只要跟朋友 就稍微多聊几句 他谁的处都会吃 他还会吃郭宇航的处呢 他就说 你老跟郭宇航聊天干嘛呢 你老找郭宇航玩干嘛呢 他还会吃郭宇航 所以他就说 我去跟郭宇航说一下 别老来找你玩 天天的 不知道你们干嘛 他就说 他就说 我也很体面去跟郭宇航 说一声的 让他别来找你玩 比如说我的朋友 怪你啥事儿 你看 你这方面 这场欲很强啊 那不好吗 你觉得是负担 还是不好呢 你觉得很有负担吗 心情好的时候 就觉得还行的 反正他也不会听你 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想你很烦 你攻击力很强 这是要看心情来决定 心情好的时候 就无所谓 ご参加